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未来的主人 是文明和光榮的剪剪市 是我们的开心国和情感宝贝 安拉在沟元鑫中 谈记了青年时期 是两个懦弱之间的强壮时期 按了说,人如从懦弱传造你们,在懦弱之后又传造强壮,在传壮之后又传造懦弱和白法。 他要传造什么,就传造什么,他确实全职的,确实全能的,因此,世门和卫生设在年轻时期。 过两天中提到了,优秀夫的故事,经文说,听他大道,转眼时,我把智慧和学识赏赐他,我只要保守新生日。 按了在穆萨的故事里说,当他提个强壮热利养圈的时候,我上次他只会和学识,我要这样保守上人。 按了在穆萨的故事里说,按了在穆萨的故事里说,他们说,我们曾经听见一个青年,名叫伊伯萨的。 试骂他们,按了在穆萨的故事里说,在经文中,日出青年社区的,苏莱曼的从门和智慧。 按了说,我是苏莱曼知道怎样盼学,每一个我都尝试了智慧和学识。 过两个女子中,在穆萨的故事里说,那两个女子中的,一个说,我的夫妻啊,请你雇佣她,你最好雇佣这个有强壮有真实的人。 伊伯萨仍然在青年社区时,按了命令他见识今天。 正如安拉所说,伊伯萨的故事里说, 今年社区是穆萨仍然拥有的最珍贵财富。 在末日,他要对此夫子宣传说仆人的两脚原地围动。 就要接受神文,一文年话,他在哪里读过? 二文指示,他用它做过何事? 三文经济,他从那里活的,又用在什么地方? 四文神区,他在什么工作中? 回换,伊斯兰非常忠实青年人们,让他们享有一些权利和义务,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荣耗和正确教育的权利。 按了在国内经济中,杰·陆克曼西区说道,当日陆克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 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五百五百乳,以五百乳确实打不到的。 又说,陆克曼说,我的小子啊,传恶的行为,随小如该子。 一层在韩式里,或在天空中,或在地底下,按了都要显示他,按了确实明察的,确实执直的。 他的小子啊,你应当经受开工,应当观察结恶,应当忍受患难。 这确实应该决心做的事情。 你不要为描述中人而怨恶,不要洋洋地在大地上行走。 阿拉确实不惜爱与其傲慢者。 尽管在的,你应当解释你的步伐。 你应当解释你的声音,最讨厌的声音,却是绿子的声音。 母神也非常忍受青年人们,母神把宗教原则和喜欢知识存在青年人们的心声。 阿拉确实说,有一天,我与母神共同气场,一份骆驼上路。 母神说,贤弟啊,我教你一些诩语。 你名字安拉,安拉会保佑你。 你名字安拉,你会发觉安拉在你面前。 如需求祈求,当祈求安拉,你要求助。 因求助于安拉,你得知道。 假如世人共同就一事物去帮助你, 他们也只能做到安拉为你所注定的。 假如世人和母上害你, 他们也只能上海道安拉为你所注定的。 先比高歌前定的文学院已称赐。 良好的教育之后,我们应该是青年人、单人领导等等的日务。 牧神秘密宣教三年以上, 牧神为了完成日益生命。 他选择了年龄不过二十岁的。 阿尔汽名以往, 阿尔汗咙阿尔阿尔汗大加, 阿尔汗大加, 牧神和神门弟子在热力前面学习。 伊斯兰日式在宣教初期 阿尔康德加 是牧师和神明弟子的安全值得 前年后牧师曾调集了大军 人民乌萨摩奈在为同帅 牧师人民他为领导师 他只有十八岁 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 打击罗马帝国 但欧萨摩的年龄并没有 阻止牧师人民他来领导 供选拙入的神明弟子 阿尔康德加 在做一件事情前 重逢进去老人和青年人的意见 他不管青年龄大小 年老不一定明智 有时也不再年老 这件事情不限于年轻人青年 但是女青年也曾热心一些关系的任务 牧师前一世 牧师前一世阿布巴克的阿布巴克的女儿 阿姆 学下自己的腰带四开 一般由于包扎牧师和阿布巴克的干粮和饮料 另一般自己用阿尼斯全书 他说 牧师曾经带着 欧姆沙拉玛参战 他与许多富士富女们 亦打为人生云水 其后离伤员 我说了一声这些 就安拉扰书 我和你们 各位穆斯林 青年人 引进的义务很多 其中包括 以增加知识 我们青年人 必须为了 更长发展步伐 并考虑到 劳动力 设想要求和 国家的需要 认识通过 增加项目和 备训课程 以及 必要的经验 因此他们用 能力面对 调整 安拉命令 牧师增加知识 而说 你说我的主意 就能增加我的知识 而 最大限度的 西国经验和教训 要避免 骄傲和傲慢 青年人 应该 去取 有 经验 热的 经验和 智慧 我们青年人 也要避免 将人 印象 活跃的 骄傲和 傲慢 安拉说 不要 痒痒的 一定在 到底上 行走 安拉 确实 不惜 一切 傲慢 之 经过 在 牧师说 令人 毁灭的 大罪 有三点 自负 小金 林思 成形 和 思域 为 救 三 青年人 应该 为保卫宗教 祖国而 重新 与一边 获得 报酬 牧师说 任何行为 都 究竟于 东西 每个人 都会 获得 一些东西 所 导致的 结果 四 我们青年人 若想 改变 自身 现状 事实变得更好 更完美 就不 必须 依靠 崇高 理想 和 勤奋 努力 五 我们青年人 应该 留心 对 祖国的 权利 日恩 图报 因为 保护 祖国 是 每个青年人 严谨的 义务 我们的 事物 应该 是 决心 我们的 武器 是 事实 我们的 口号 是 忠于 祖国 这都是 为了 保卫 祖国 去安了 保佑 埃及 其他的人民 他的年轻人 他的军队 和他的财富 并 去 安了 保佑 埃及 免于 各种 患难 他们的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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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